在我的频道里面我分享了很多关于使用Canva的教程 但是好像没有出过一期影片是关于如何利用Canva竟然赚钱的 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分享了一期非常流行的利用Canva赚钱的方式 那就是出售Canva的模板 如果想打造副业的收入 这期影片一定对你非常有启发 hello大家好欢迎换我朋友我是Greyson 一讲到个YouTube频道在网上拿到自己个人的品牌 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就把旁边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里面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来也可以找到很多经济版使用工具 首先我先提一下Canva模板的使用许可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大家关心Canva里面的资源是否能够随便的使用 如果不能够随便使用 如果才能够震荡的使用 这里我也帮大家去搜查了一些Canva相关的资料 Canva有说到 Canva上面的资源都是受美国还有国际版权保护的 Canva以及贡献者保留根据本许可 为明确收入你的权利 这包括所有版权还有知识产权 就证明你不能够简单的去使用Canva那边模板 然后只是更改它的颜色更改它的字体 就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设计 然后再出售这些模板就是不可以的 原创者是用用版权的 一旦你违反了这个规定 被原创者发现它是可以使用法律手段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建立模板变成出售这模板 建议从空白的文板从头开始做起 除外Canva还有说到 除了你提供给Canva的资料以外 Canva上面的所有资源都是由Canva 还有Canva的许可方独家拥有的 你不可以窃取所有能够帮助你做出更好设计的材料 我会把这些相关的条款放到底下描述栏里面 大家有需要可以去参考一下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在哪里可以出售你的Canva模板 使用第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出售Canva模板 就要求你的网站有一些流量 可以使你自己爱的流量 例如说你有经营社交媒体 像是IG、YouTube 你就可以把你的流量引入到你自己的网站上面 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流量 你可以使用大广告方式 就让更多人看不到你的网站 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线上的平台 这里我推荐两个平台 一个平台是AXIE 还有一个平台就是Creative Market 现在我来的AXIE 我可以搜索Canva Template 这里面其实就会有很多选项 例如说给IG的Canva Template 然后有Booklet 有Business 然后关于婚礼的很多Canva的Template 这些就是Canva Template的搜索结果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然后你可以来到最底端 这里有个Sale 这里就会有个选项是Sale on AXIE 然后就可以开始在AXIE上建立店铺 去出售你的Canva模板 还有一个平台就是Creative Market 我也可以搜索Canva Template 这就会出现很多关于Canva的模板 如果想在Creative Market里面 开一个店铺 你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Open a Shop 然后就可以开始按照它的步骤 去开通一个网上店铺 第三个方法就是成为Canva的创作者 Canva创作者现在是处于测试的状态 你可以提前访问 并且注册你的兴趣 一旦你被选中 你就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 所谓Canva创作者就是 你可以建立你的模板 然后你可以发布你的模板 让其他人都可以使用 这样你就能够获得一些收益 比如大家想了解 我也把这个链接放底下描述栏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着我们再说一下 你具体可以出售哪些模板 比如现在我来到AXIE 我可以搜索Canva Template 例如这里就会有 课程的ebook模板 还有市场推广的Canva模板 有IG的模板 还有婚礼策划的模板 再来到Creative Market 这里我也搜索Canva Template 这里会出现12,246个Canva的模板 这个就是社交媒体Canva的模板 然后这个就是Instagram的模板 是专门给导师的 还有其他主题的 像是健康的 市场推广的 还有生活类的InstagramCanva的模板 所以大家能够在这两个网站里面 得到很多借鉴 根据自身的情况 可以去想想 自己可以出售什么样的Canva模板 接下来我就教大家 如果把你做好的Canva模板 结合在一个PDF文件里面 就能够更方便的出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已经建立一个文件 首先这是我的封面 来这里就是Canva天文模板的链接 这个封面很简单 我就是在Canva照片里面 然后搜索Instagram 就可以找到一些关于Instagram的照片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 把它当成封面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第二页 你需要加入链接 像我教大家 如何建立这样的按钮形式 并且如何加入链接 首先建立这样的按钮 我需要来到元素 这里选择线条还有形状 选择查看全部 我选择这个形状 调整它的大小 然后需要更改它的颜色 选择这个颜色 然后再加入文字 选择文字选项 行政副标题 像我做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按钮 然后需要把它群组 选择所有元素 然后建立群组 这样我们可以加入链接 比如说我准备了这帖文模板 我可以选择分享 然后选择这个链接分享收到限制 选择这个任何具有磁链接者 然后选择可供编辑 最后再选择复制链接 回到我们刚才页面 在这里面选择链接 然后把刚一的链接输入到这里 这个时候 文字就会出现下滑线 就代表已经加入链接 我可以点击这里取消下滑线 你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 去给这个按钮加入链接 在制作完之后 你可以点击分享 选择下载 选择格式式PDF标准 选择所有页面 然后再选择下载 所以我打开了我PDF文件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是可以点击的 我们来点击一下 这就会提醒我 我已经被邀请了去编辑这个文件 我会点击这里开始编辑文件 就会开始编辑这个模板 这里建议大家尽量使用免费的字体 还有免费的元素 因为如果你模板里面 有很多付费的字体还有元素 那么就会导致有一部分人 他们没有办法使用 希望这期影片 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思路 在使用Cama 去帮助我们更好的精神良品的同时 也可以使用Cama 去给大家带来一些负费的收入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们有打算 开始出售Cama的模板 去进行赚钱吗 如果难了解 更多关于Cama使用技巧 可以看到这些影片 我也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如果难了解 更多关于Cama内容 欢迎点赞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想过的互动 可以关注IG 这里下描述 也可以找到很多 精力描述的工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